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唐贞冠年间 在山西省江州府龙门县境内有座太平庄 庄里有个薛家村 村内有两兄弟 哥哥明薛熊 弟弟明薛英 二人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各有良田千情 家私巨万 薛英直到三十五岁才生下一子 起明薛里 自人贵 这薛人贵打小就不开口说话 爹娘直到是个八 颇为发愁 十五岁这年 有一天 薛人贵在书房睡午觉的时候 忽然梦见窗外窜进来一只白虎 直奔自己扑来 薛人贵大叫一声 吓醒了 说来也怪 这一下之后 薛人贵就能开口说话了 老园外两口子一听 儿子能开口说话了 十分欢喜 可是乐极生悲 不久老园外夫妇双双染病 不到一年的功夫就相继病故了 父母去世后 薛人贵到处拜明师访高游 每日起早摸黑 直晓习闻练武 有一个道士来到薛府 传议三年也没留下姓名 便离去了 几年下来 薛人贵炼成一身毫无意 薛人贵虽然继承了万贯家产 却不晓得打理家务 平日里会同朋友五刀弄棒 跑马射箭 一切花销都由人贵支付 几年下来 价私费尽 薛人贵只落得一贫如喜 犹如教花子一般 村外有座高山 名叫丁山 山脚下有座破瓦寒窑 薛人贵万般无奈 只得在窑内栖身 冬天里天寒地冻 薛人贵身上无一度里无时 实在难以忍耐 便想去找伯父薛雄借些钱米 挨过这个冬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 薛人贵离开破瓦寒窑 直奔伯父家而来 薛府家人见了人贵 不光往外撵他 还出于奚落道 我家主人大富大贵 哪有你这样的穷侄儿 怎好进去通报 薛人贵文言大怒 直冲入庄内 见了伯父薛雄 却奚落他是个败家子 整日里只晓得练习功麻 薛人贵辩解道 伯父不要小看了五一 我这身本领有朝一日祭遇了 至少得有国公之位 薛雄听了又气又恼 说道 今天白日 你不要在此做梦 要钱要粮和不道工 马上要 从今天起 你不是薛门中人 你没我这个伯父 我也没你这个侄儿 庄客们与我赶出去 薛人贵受此羞辱 出了院门 哀声叹气 一时想不开 便起了寻短剑之心 薛人贵走到山脚下一棵大槐树下 解下腰间竖腰的麻绳 搭在树上就上吊 也是他命不该绝 刚吊上 邻村卖豆腐的王茂生同妻子毛氏 恰好经过 赶紧过来相救 薛人贵被救了下来 一会儿功夫悠悠醒来 王茂生夫妇认得薛大观人 问起缘由 二人都是善心的人 不由颇为同情 便邀请薛人贵前去自己家中吃个饱饭 到了王家 那毛氏颇有些见识 知道薛人贵必不会是落魄之人 便主张王茂生同薛人贵结为兄弟 当下二人八败为交 王茂生三十九岁为兄 薛人贵二十一岁为弟 从此 薛人贵不是在王家吃饭 就是从王家拿米回 摇自己煮来吃 他的食量惊人 不多日子 便把王家存的米都吃光了 连做豆腐的本钱都吃得差不多了 王茂生心中发愁 想起三十里外柳家庄的柳园外正在盖新房 自己和宫头相识 不如介绍薛人贵去做个小工 不光有饭吃还能有几个工钱 薛人贵也十分乐意 王茂生带着他来到柳家庄 宫头周师傅毫不含糊一口就硬下来 王茂生又叮嘱了薛人贵几句便急离去 这时正是晨午 周师傅便吩咐薛人贵 一起吃过午饭再上宫 薛人贵这一吃 顿时把其他工人惊呆了 别人是四个人吃一篮饭 他是一个人就吃了四篮 周师傅心中暗暗叫苦 心说王茂生啊 王茂生 你怎么介绍这么一个饭桶给我 这个人我是养不起的 待明日王茂生来了 让他领回去吧 饭后薛人贵到河边帮着卸木料 那些粗大的木料 每根都得好几个工人卸船搬运 薛人贵倒好 肩上扛一根胳膊下夹着一根 还能奔走如飞 一传木料他一个下午就卸完了 周师傅见了又欢喜起来 这人虽然吃的十个人的饭 干起活来倒也底的十多人 短年已是腊月间 工人要回家过年 工地也停工 至来年春暖方才复工 只有薛人贵没有去处 便留下来看守木料 就在柳园外家中搭火 柳园外有一子一女 儿子名唤柳大红 女儿名唤柳金花 年方二十 生的有沉鱼落雁之帽 碧月修花之容 苗龙绣凤 琴棋书画 无所不晓 这日柳金花和嫂嫂田氏登上了跨街楼玩耍 二楼的窗子正对着薛人贵的窝棚 柳金花看见窝棚中有一人 五官样貌与众不同 身上却只着件单衣 不禁起了侧隐之心 思量送件棉衣于她 当晚三更十分 等丫鬟们睡后 柳小姐摸黑从衣箱中取出一件棉衣 也没看清颜色和样式 匆匆的来到跨街楼 推开楼窗 把衣服冲着窝棚扔了下去 紧接着就匆匆回秀楼去了 当晚下了一场大雪 薛人贵一早就冷醒了 忽见地下有一件红色的紧身棉衣 便拾起来到 哪里来的 这又齐了 莫不是上天所赐 薛人贵把红色棉衣穿在里面 破衣服穿在外面 觉得暖和了许多 便兴高采烈的拿把扫帚便到外面扫学 扫了半日 薛人贵出了一身大汗 便把破外衣脱了放在一边 露出了里面的红色紧身棉衣 正巧柳原外外出拜年归来 看见了不由的怒气上冲 原来这件棉衣是当年柳原外高价求得的两匹大红灵子 原是渔油国的宝物 很是保暖 做成了两件红色紧身棉衣 女儿儿媳各一见 今日穿在了薛人贵身上 柳原外焉能不怒 那柳原外怒气冲冲回到中堂 寻思不知是儿媳不正还是女儿不正 吩咐家人拿来绳索一条 短笔一把 毒药一瓶 一面又派丫鬟 前去通知儿媳和女儿 把红棉衣拿到堂上来 田氏很快拿着红棉衣来到堂上 柳原外一看就明白了 是女儿做出事情来了 再说小姐在绣楼上翻找衣箱 红衣是踪影皆无 小姐猛然想起昨晚 难道翻出来的那件红棉衣 想必是那人穿了出来被父亲发觉 这可如何是好 小姐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这时又有两个丫鬟前来摧取 小姐哪里赶下楼去 只得把箱子又拿来翻看 哪里找得到 这时 老原外已等不及了 冲上秀楼大骂柳金花败坏门风 逼着小姐自尽 老夫人赶来相劝 柳金花说明原有百般辩解 老原外已经昏了头 哪里肯信 只是要逼女儿自尽 正闹得不可开交 门宫进来报告 西村里原外有急事相商要件 老原外这才吩咐先把小姐关到厨房 自己先去见客 老原外走了 柳大红出了个主意 现在父亲正在气头上 要保住妹子的性命 只能让妹子先出去夺夺 到亲戚家里住上三五个月 等父亲消了气 然后再回来 老夫人点头称是 把小姐的如母故事喊来收拾了一包金银细软 让故事赶紧领着小姐从后门匆匆离开 柳大红等妹妹离开了 吩咐家人找块大石头 拿来妹妹的衣服套在上面 放到后花园的浇花井旁等待 老原外刚刚见完客过来 准备继续审问女儿 柳大红听见父亲来了 一声令下 家人便把大石推入井内 扑通一声水响 老夫人随即扑到井旁 搬住井圈假意哭道 哎呀 我那女儿呀 老原外见女儿投了井 还怒气不消 吩咐将井填死 不准大家打捞 花园里闹得不可开交 有个嘴快的家人 就给薛人贵送信去了 薛人贵武艺 虽高胆子却小 听完吓了一跳 心说三十六计 我还是走为上计吧 薛人贵离了柳家 心惊胆战 生怕有人赶来 一路飞奔 一口气跑出二十里地 看见前面有个古庙 便准备进去歇会儿再走 薛人贵歇了一会儿 忽然看见两个妇人 远远走了过来 心中一惊 怕是柳家的人追来了 赶紧躲到供桌下面去了 来的正是顾妈妈和柳小姐 小姐长这么大 从来没出过远门 今日在雪地 走了这么远的路 双脚好不疼痛 看见前面有座古庙 二人也进到庙中来歇脚 二人在庙中坐下 顾妈妈眼看四下无人 这才问起事情缘由 小姐把赠袍之事讲了一遍 又说自己明明是好心 结果反而害了薛人贵 恐怕父亲圣怒之下 薛人贵会出事 薛人贵在供桌下 听了这才明白 心说薛李啊 你连累的小姐逃生受苦 如此大恩不能不报 带我先出去 谢她一谢 想到这里薛人贵钻出供桌 跪到小姐面前口中称谢 薛人贵呼的出来 吓了小姐一跳 见是薛人贵羞得满脸通红 躲又躲不及 只好把脸别到一边 顾妈妈急忙 把薛人贵扶了起来 顾妈妈见薛人贵生得气欲不凡 年纪有二十出头 暗想自己主仆二人 反正没有去处 不如以红衣为济将 小姐终身许配于她 小姐赠衣于薛人贵 原是看薛人贵是个英雄 自然应允下来 反而薛人贵觉得 家中一贫如洗 委屈小姐要助寒瑶 出言推托顾妈妈 百般相劝这才允了 小姐双足疼痛 行走不得 薛人贵既已允了亲事 便背着小姐提着包袱 顾妈妈跟在后面 三人一同走回寒瑶 顾妈妈到了寒瑶 一看里面的光景 便取出一些银两 让薛人贵先去买些柴米油盐 先把饭吃了再说 薛人贵答应一声 拿着银两出了门 正好碰到义兄 王茂生来看望自己 便把事情告知了义兄 王茂生大喜 一边叮嘱薛人贵 赶紧上街买些东西 自己回家去把喜讯告诉毛氏 毛氏是个性急之人 文廷立刻吩咐王茂生 置办了一些被褥铺盖等物 赶到寒瑶 在他的主持下 当晚顾妈妈住到了王家 薛人贵夫妇 便拜了天地玩了花竹 婚后薛人贵便用毛竹 做成竹弓竹剑 每日射雁为生 他剑法高超 那大雁飞过刚叫一声 便被薛人贵射中咽喉落下 嘴还未合拢 人称开口雁 拿到集市上能卖个好价钱 这日薛人贵正在射雁 胡听有人喝彩 薛人贵一看 乃是当年一同习武的好友周青 三年前 周青和薛人贵分手后 便到京都长安当教习去了 没想到兄弟俩 今日又在这里相逢 兄弟见面好不亲热 原来周青是听说朝廷 派人到龙门县招兵 便从京都来 特来邀薛人贵一同前去投军 还取出五十两银子 给薛人贵安家 薛人贵回到家中 把入伍当兵的事情说了一遍 柳金花申名大义 凯然应云 只是自己以身怀有孕 丈夫这一去 不知几年才能回来 便请丈夫给孩子起个名字 薛人贵沉吟了一下道 我忘不了这丁山 如生个男孩 便以这丁山为名 叫薛丁山便了 如果生个女孩 娘子随便给她起个名字 就是柳金花一一记在心里 第二天一早 薛人贵别了妻子 又来到义兄家中 把自己投军的事情说了 请义兄夫妇 平日里照看一下柳金花 王茂生夫妇点头应允 薛人贵这才来到周青家中 周青取出一套白色袍服 给薛人贵换上 腰上扎了一条五彩丝鸾带 装扎好了 薛人贵更显不凡 兄弟二人到了龙门县城 来到招兵营前 便把投军状递了进去 这次前来招兵的是 天子驾前宠臣张桓张世贵 张世贵一看投军状 头一个便是周青 焚西村人士年方二十 传了上来 果然年少英雄 周青练了一趟剑法 端得是武艺精熟 张世贵大喜 想把周青收作心腹 辨人周青为棋牌官留在身边 周青磕头谢恩 换过袍服立在一旁 张世贵再看第二份投军状 投军人薛人贵 更是大吃了一惊 要说张世贵为何看了薛人贵的名字 就吓了一跳 其中另有原因 原来当今天子唐太宗李世民 有一晚睡觉忽然做了一梦 梦中李世民孤身一人 手提定堂刀 骑着逍遥马外出打猎 可是走了半天 什么猎物也没碰到 忽然旁边杀出一个 青面红须的大将 手提和善板门刀 对着李世民就砍 李世民荒不择路 跑到海边 马线海滩之上 李世民急得 只知道狂呼救驾 这时忽然杀来一员 白袍小将 手持方天画戟 只几回合 便将青莲将赐于马下 那白袍将救出李世民 李世民问他的姓名 小将淫了一首诗 驾住摇摇一点红 飘飘四下无影踪 三岁孩童牵两架 宝主跨海征东去 海中这时升起一个青龙头 小将说完就跳入青龙口中不见了 李世民醒来心里还没有平静 早朝的时候就请军师徐茂公解梦 徐茂公听完说道 陛下家住摇摇一点红 太阳西尘可算一点红了 此人必是家住山西 跳入龙口不见了 必是山西龙门县 飘飘四下无影踪 就是下雪了 此人定是姓靴 徐茂公接着说 三岁孩童牵两架 就是人贵啊 此人必名人贵 宝主跨海征东去 最近东辽 频频范边 征东必然过海 恭喜陛下 此因孟贤臣出现 得了薛仁贵 征东指日可平 李世民听了高兴啊 徐茂公又建议 前去龙门县征兵十万 薛仁贵必然前来投军 原来叫薛仁贵武艺的道士 便是大名鼎鼎的 经兆三元礼静 他也是为国培养人才 徐茂公便趁此机会 将他推荐给皇上 张世贵在旁边听了 不觉另有所想 他有四子二女 小女儿给了皇叔成亲王 李道宗为妃 这剩下的四子一婿 他也想给谋个好官职 这皇上梦中之人 和他女婿何宗县 倒有几分相似 便想趁此机会 为他谋个官职 想到这里 便出班跪道奏道 这应孟贤臣 不用到龙门县去找 他就是小婿何宗县 太宗听了很是奇怪 命人把何宗县照上殿来 这何宗县也是一身白袍 冷眼看来倒是有几分相似 可是哪有半分英计 徐茂公在旁呵呵大笑 陛下 您的英孟贤臣叫薛仁贵呀 太宗一听对呀 便摇摇头 命和宗县退下殿去 张世贵别提多扫兴了 便自告奋勇到龙门县招兵 打定主意 即使真有薛仁贵这么个人 我也要把他置于死地 张世贵今日 看到薛仁贵的名字心中一邻 命人把薛仁贵传上来 张世贵一看薛仁贵 果然是皇上所述的那副模样 心头更是嫉恨 张世贵大喝一声 老爷名叫张世贵 你胆敢叫薛仁贵 犯了老爷的官会 命人将薛仁贵推出去砍了 薛仁贵大吃一惊 周青急忙出班 贵岛求情 张世贵一心想把周青收为心腹 便应了下来 命人把薛仁贵赶出营去 周青赶来 要同薛仁贵一同回家 薛仁贵却思过几天 把名字改了 去掉贵字 再来投军 让周青在营中等候 薛仁贵想先回家 歇息几日再来投军 没想到心头气脑走错了路 眼见太阳西尘两边都是山林 并无村庄住户 天色已经完全昏黑了 这才望见有座庄园 这个庄园大门上张灯结彩 庄客们也是披红插花 庄里面也是谷月轩天 想是今晚有好事 薛仁贵卖不上钱 请求借宿一晚 庄主是个老者姓凡 也是好客之人 当即请薛仁贵到大厅坐下 得知薛仁贵还没吃晚饭 又吩咐庄客拿来酒饭 请薛仁贵吃 薛仁贵饭量原本就大 如今饿了一晚 吃得更是惊人 薛仁贵一边吃 一边抬头观看 猛见樊元外双眼 落泪正在那里抹眼泪呢 薛仁贵心中有些恼怒 把碗一放到 饱了 不吃了 樊元外赶紧道 哎呀 壮士怎么不吃了 莫不是看我掉泪 以为我心疼那些米饭吗 我实是心中有事 请你不要以为我小气 在吃些 薛仁贵一问才知道 樊元外诺大年纪 只有一个女儿 名叫樊金定 年方十八岁 被附近风火山上的寨主 看上了 今晚要来娶亲 如有不云 就要放火烧庄 无奈之下樊元外 只能答应下来 薛仁贵听了大怒 岂有此理 真是无法无天了 元外不必担心 有我在此 看我拿下贼 手扫屏风 火山为民除害 樊元外见人贵 只是孤身一人哪里肯信 薛仁贵见元外不肯相信 便一掌拍在八仙桌面上 只听咔嚓一声 四个桌腿都折了 碗碟落了一地 樊元外吓了一跳 心想这可真是个大力神呀 樊元外喜出望外 这可真是天降救星啊 便依薛仁贵的吩咐 先把小姐藏好 然后又给薛仁贵找兵器 可是庄里只有些 普通的刀枪棍棒 都不趁手 樊元外猛然响起 家中还有件兵刃 传说乃是老祖宗 当年怀因侯寒信 标下的樊块 使得画级有二百斤重 因无人能使 现在放在柴房 当正凉柱子使用 薛仁贵大喜 来到柴房 他挺身托起大梁 庄客取走画级 又搬来一根柱子 凑上安毫 薛仁贵方才放手 这一招脱梁换柱 看得众人 则舌不已 薛仁贵一看内话级 久不使用 已是锈技斑斑 带到打磨干净 拿在手中分量 正好合适 仔细观看极转上 还刻着凡快二字 只是快字的口字旁 已磨损了 勉强还能认出来 到了半夜 只听一声炮响 远处灯影绰绰 一路人马飞奔而来 薛仁贵早有准备 吩咐二十个庄丁 跟在后面准备捆人 自己手持画级 立在护庄桥上 风火山 有三个寨主 大寨主名叫李庆红 二寨主名叫江兴坝 三寨主江兴本 今日乃是江兴坝 陪着李庆红前来取亲 二人猛听一声大喝 只见一个白袍小将立在桥上 要二人下马授手 李庆红大怒 催马过来举起刀楼头就杀 薛仁贵不慌不忙 拔击往上一架 李庆红震得全身发麻 大刀顿时就飞了 薛仁贵不等李庆红逃走 抓住李庆红的腰带 就把李庆红提下马来 扔在地下 两旁装钉上前 就捆绑起来 江兴坝催马来 就大寨主 挺枪对着薛仁贵就刺 薛仁贵让过枪奸 一把抓住枪杆 旨意拉 江兴坝坐不住马鞍 也落马背擒 山上楼 裸一看两位寨主被抓 赶紧跑回去报信 薛仁贵吩咐樊园外 看好俘虏 自己上了李庆红的马 随后追赶 三寨主江兴坟 听说二位哥哥被擒 赶紧提枪上马 准备下山营救 江兴坟刚出寨门口 就碰到了薛仁贵 两马相交 只一回合 也被擒了过去 薛仁贵回到樊家庄 把三个寨主带到大厅 薛仁贵爱惜三人 都是英雄 便劝三人改邪归正 一同前往龙门县 投军报效国家 三人也敬佩薛仁贵的武艺 当即同意 薛仁贵大喜 当即给三人松了绑绳 四人便在大厅上 结为生死之交 樊园外夫妇 见薛仁贵年少英勇 便欲将女儿凡金定 许配给薛仁贵为妻 薛仁贵急忙推辞 毕仁家中已经娶了妻子 正苦手我成名 我再次招亲 岂不是妄恩 那凡小姐执意要嫁薛仁贵 情愿做个偏方 李庆红三人也在旁相劝 薛仁贵只得同意 只是坚持日后 有了功名才来迎娶 当场解下腰间 那条五色丝鸾 带坐为表记 第二天 兄弟四人辞别了樊园外 一同前往龙门县投军 薛仁贵将投军状上姓名写为薛理 与三人一同交了上去 李庆红 江兴霸 江兴本三人先进仗势役 均被任命为棋牌官 张世贵再看第四章 投军状上面写着薛理二字 不禁心想 这龙门县姓薛的可真不少啊 吩咐中军传他进来 张世贵一看进来的是薛仁贵 不禁大怒 吩咐左右把薛仁贵催出去砍了 薛仁贵急忙喊道 大人 我这次又没有犯官会 为何又要杀我 周青 李庆红将是兄弟 急忙跪下求情 张世贵道 本总管凡事 君求吉利 这薛仁贵翩翩一身 白袍就如戴笑一般 分明是诅咒本总管 今日看在几位棋牌官的面上 再饶他一次 张世贵吩咐将薛仁贵轰出营去 周青 李庆红 江兴霸 江兴本也追出营门 要同与薛仁贵重回封火山巨翼 薛仁贵仍是劝几位兄弟 在军中立功 自己再图机会 兄弟几人 撒泪而别 薛仁贵愤愤离了军营 黯然往家中走去 中午时分 薛仁贵走到了金钱山 不觉有些疲乏 便躺在在一棵树后 午睡片刻 薛仁贵猛然被一阵救命声惊醒 起身望去 只见远处奔来一起 马上坐着一个老者 花白胡须 身穿大红蟒袍 背着个小黄包袱 手里提着八卦开山院 后面追来一只斑斓猛虎 薛仁贵救人心切 让过老者 一个剑步跳上虎背 一把抓住老虎领矛 用力把猛虎按住 薛仁贵力大那老虎 哪里挣扎得动 薛仁贵几拳便把老虎双眼打下 不禁笑道 西约你救了汉光五帝 受封为善中王 今日我就放了你去吧 薛仁贵松了老虎 那虎摇摇晃晃 腹痛而去 这远老将不是别人 正是大唐的鲁王城咬金 老城见这小伙子 力能浮湖 很是喜爱 便问薛仁贵 为何不去投军 薛仁贵长叹一声 把两次投军的遭遇 向成老千岁诉说了一遍 老城听了大怒 大骂张氏贵 极贤度能 伸手从皇包袱里 取出一只金匹令箭 交给薛仁贵 让薛仁贵再去投军 看那张氏贵还胆敢不收 老城此次出来 是奉旨到各地催粮 军情紧急无法久留 见薛仁贵接过令箭 又叮嘱了几句 偏偏忘了询问薛仁贵姓名 便策马而去 薛仁贵拿着令箭 这次连投军状也不写 直接来到招兵营前 高举令箭大叫道 我薛仁贵奉鲁王令箭 前来当兵 快快与我报来 张氏贵闻报大吃一惊 赶紧声杖传薛仁贵进箭 那张氏贵 箭果然是老城的金批令箭 问了薛仁贵经过 不禁心里发愁 如今这薛仁贵是不收也得收了 幸好老城不知道他姓名 张氏贵猛声一计 说道 薛仁贵呀 你真是不知好歹 前日皇上梦见一白袍小将 执己犯上又留下一尸 暗示自己乃是山西人士 名叫薛仁贵 我此次招兵实施皇上降旨 要把你拿到京城处决 张氏贵接着说道 我本好心两次放你逃生 没想到你这次又拿着金批令箭前来 这下我可救不了你了 薛仁贵听了信以为真 赶紧跪下苦苦请求张氏贵救命 张氏贵眼珠一转道 这样吧 你到月字棚 去当火头军 待日后你立下十大功劳 我再去请求皇上为你减罪 只是日后大家只可称薛李 这薛仁贵三字万万不可提起 从此薛仁贵便在张氏贵营中 当了一名火头军 周青 李庆红 江兴霸 江兴本四人 也是兄弟情深 辞去棋牌官不作 也到月字棚当了火头军 遇之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 满天过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